大五輪沙灘以及潮進公園海域 在暑假期間都發生不幸的溺水事件 市議員聯恩點質詢時 建議市政府在這兩個海域務必規劃好 適合潛水游泳的地點和設施 那我們再下去這段時間 就算60分鐘平均來講 天氣變化的狀況都很快 不是因為下雨或什麼 就是那個浪的關係 你在一個小時裡面有可能 那個浪就變成大 大了之後你知道在上岸的時候 你要從原地方下 要從原地方上的時候 那個如果是浪突然天氣變化的時候 上來的視線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在這裡要說 我們既然在這裡也弄了一個環境保護區 也把這一個我們潛水的區域也做了一些區隔 那當然再請這裡談判處在這裡 要特別對這些潛水下水點 要做好一個類似碼頭 那種那種的地方 幾個我們可以很明確的 告訴他們我們下水點 要在這個地方是安全的 那在這個地方之前呢 可能你們要看海底的這個 一個地形那個浪如果打來的話 是不是需要前面要加小波塊 讓那個浪不是直接上來的 市長謝國良大巡實則表示 除了對超過安全界線範圍的 永客和潛水客開閥 保護他們的安全之外 未來也沿泥在這兩個地點 民營化管理 並且對外地來的永客和潛水客 收取海洋清潔環保費用 所以我們如果對於 在我們一些安全的界線 有超過範圍的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處長 還請你務必的要落實執法 保護這些 汐水者跟永客的安全 要不然等他的這個 如果發生意外問題了 那我們對他又感到萬分的抱歉 本府也要負上責任 我們應該彼此遵守法律 大家共同尊重 這個遵守安全的規範 好不好 處長再次拜託你 拜託你三次 這個 這個 對大五輪沙灘這個部分 我們未來就是要走民營化 因為你看那個沙 其實我個人認為那個沙 感覺也不是說很乾淨 然後沒有人安全的管理 會令人擔心 沒有商業的模式 對外來其實 但是不瞞你說我想提倡一個概念 那個那個潮境那麼漂亮 海下那麼豐富 那來潛水的 享受了這麼多的美好的大自然 本地的潛水客 是不用付費的 但是我想跟各位議員報告 我們基本上有在請產大處研議 外地來的潛水客 外地來的觀光客 來我們潛水 其實我覺得是要付一些使用者付費的概念 並且收取一些海洋環保清潔的費用 所以過去 我們就是來這邊潛水的潛水客 它也許不用任何的負擔 沒有任何的費用 但是我們現在有請產發書在研議 對於基隆市民當然使用海灘 使用這個潮境這個潛水 是絕對免費沒有問題 但如果外來的遊客 我們又要維持安全 又維持它的環境 又把設施弄好 我覺得考慮一定程度的使用者付費 我覺得還是相當有必要的 那道輪沙灘未來我們也會走向 希望我們今年有編列了三千萬的一個改造的預算 我們希望做完以後 可以找到好的廠商來協助經營 變成一個成功的案例 外來者來觀光的 來游泳的 來玩的 甚至來消費的 希望他付一點費用 讓我們共同維護那個環境的清潔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